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dy Pole Studio的Melody 我是Dimple 大家知不知道跳Pole Dance的時候 除了用Pole之外 其實我們都會用到很多道具 而其中一樣道具就是一張椅子 不是說跳Chair Dance 而是我們跳Pole的時候 會用一張椅子一起做一些Tricks 我們在Melody Pole Studio有一個Course 是用Pole和Chair一起編舞 一起做一些Tricks 這個Course是由Dimple老師教的 Chair Pose Chair Pose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是否未聽過 今天Dimple老師就會教我Chair Tricks的動作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學 現在就到我來挑戰一下剛剛Dimple老師的動作了 會不會跌倒我的 我覺得好像比我的椅子重很多 看我走 對 前半拍攝 原來用鋪的時候 我用腳夾著鋪 又用腰夾著鋪 又用手足夾著鋪 在椅子上又不能夾著 剛才我覺得 好像重的那張椅子 一上去好像想散開 然後這隻手又按住椅子 那隻手又按住 你看看 就是這樣了 現在不如等Dimpho老師 做一個教學版本 教你們一起學吧 在椅子上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平衡 反而它不像鋪 可以夾著 我們要找平衡去平衡 其實動作也不會太難 在開始的時候 我會站在椅子的中間位置 然後我兩隻手 會放在椅子兩邊 我會把整個人的重心 推向地下 然後我會把我的大腿 最邊的位置放在椅子上 好了 這裡要留意一下 我們在下半身的位置 是不可以用力的 因為當我們一用力一拉 椅子很容易會有反的情況 所以我們反而要把所有人 最重最重的重心 去完前面的位置 當你把人推向前 壓緊地下 慢慢我們會拿起一隻腳 再拿起另一隻腳 然後我們嘗試動 右 左 右 下 下來 好了 如果你這個動作已經可以做到的話 我們就嘗試把盆骨打開 因為我們要把盆骨打開的關係 我們站的位置也不同了 剛才我們是在椅子中間 這次我會走前一步 目的是要我們打開盆骨的時候 可以留一個位置給後面 不會太邊的時候 當你一打開 你有機會會跌了向後面 就會跌倒了 所以我們要走前一步的位置 其他的動作和剛才第一個動作都是一樣 我們會把兩個手壓緊在椅子上 最前的位置 重心向前 把大腿最邊的位置放上椅子 下身要放鬆 我們慢慢拿起一隻腳 再拿起第二隻腳 好了 這個時候我重心都是在前面的 我會嘗試拿起右手 把右手捉椅子上椅子 這個時候要小心 不要把椅子推向後 把椅子拉進來 然後打開 沒錯 打開盆骨之後 你會感覺到你的身體會往後 我們下左腳 下右腳 就完成了 好畢業 我們再做一次 我剛才有兩分鐘沒有透過氣 但一個很簡單 這裡 不要坐 我覺得你這張椅子比我剛才的椅子更好 我覺得你這張椅子比我剛才的椅子更好 嘩 嘩 嘩 厲害 完美 好人 不是呀 我知道 你試試那張椅子吧 那張椅子好像比較鬆 然後店舖說不是 沒有藥 好像一月 沒事 不鬆一點嗎 沒有嗎 是 是鬆一點 鬆一點 鬆一點 那張椅子 只要你是inter 2 或以上 就可以加入我們ChairPol 的Clause 如果你還未是MeldiPol Studio的學生 你可以傳片給我們做assessment 我們現在來看看下個Term ChairPol的Preview 那張椅子 臭小蠻 的 就好 在這邊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ott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on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I've got a list of names 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d